保罗再谈到了在基督里面 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 被称义这样的恩典 之后就谈到了基督徒 在这个世上如何过一个新的生活 或者新的伦理 不要效法世界 是被更新的新意 查验何为善良纯全所喜悦的旨意 按照神旨意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 过的这种敬拜式的生活 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领受了新生命 福音 然后在神的面前过新生活 与蒙昭的恩相称的生活 所以我们谈到了基督教的伦理 是过一个已 已经蒙了恩典相称的生活 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我们领受了怎样的恩典 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按照这个恩典去生活 这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 谈到了好树结好果子 因着福音 因着基督的恩典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 我们成为好树了 野橄榄树 之子嫁接在这个加橄榄树上 渐渐地吸收这个加橄榄的养分 然后我们结出甜美的这个橄榄 供人享受 所以我们是好树结好果子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保罗讲到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就谈到了如何合适的 恰当地看待自己 包括别人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然后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然后又谈到了爱人如己 然后又谈到了对待那些外面 逼迫我们的人 只要祝福 不要咒诅 这也是谈到了那种爱人如己 甚至连仇敌也要爱 他们伤害我们 逼迫我们 骂我们 轻抗我们 排挤我们 甚至威胁我们 剥夺我们很多的财产和名誉等等 那我们还不能恨他们 还要爱他们 还要为他们祝福 这就是超越了一般社会伦理 一般社会伦理强调公义 公平 以压还压 别人爱我的人 我要爱他 恨我的人 我要恨他 甚至加倍地去偿还他 他打我一拳 我要枉死了 整他 让他知道我并不好欺负 这是社会的一般伦理 至少我最多能忍你三叉 你小心一点 一次 二 三 最多不能超过三次 但是基督教到我们 基督教的伦理 让我们不断地去饶恕 抽敌 这个已经超越出一般常人的伦理 所以这是抚音性的伦理 然后再这样谈到 对外邦人逼迫我们的 要不要咒诅他们 要祝福他们之后 又一次回到了教内的事情 这里面说到圣徒缺乏等等 然后后面十五节说到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当然你可以延伸到外部和非基督徒群体 当然更侧重于是强调基督徒群体 那在这里面说到了 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那这里面谈到了什么呢 我取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共情 那什么叫共情呢 这种共情或者是翻译成这个 移情的能力 或者是我们说同理 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一种设身处地的体验 处境 然后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心情的这种能力 共情可能是指那种可以深入他人的感受 感同身受理解他人的能力 那一般来说 我们说一个人的共情能力 我们谈到什么单位也好 教育也好 家庭也好 情感也好 亲情也好 友情也好 包括这个闺蜜之间 我们谈到这种共情 一般更多是强调一种技术性的 我们只是谈到一种技术层面 我尽可能的我要去体恤别人 理解别人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理解 这个虽然这个词本身是强调这种能力 但是一般的时候我们应用的时候 更多是强调这种技术层面的 技巧方面的 方法层面的 或者是更说功力层面的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我要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圣经里面说到的 虽然是与喜乐人同喜乐 与哀哭人同哀哭 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理解能力 或者是设身处地的体恤别人 或者是我们用简单的说共情 但是我们看到基督教里面 所谈到的这个 远远超越那种功力的 那种手段的 那种技术性的 为什么呢 怎么能够达到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到基督教里面所谈到的 基督徒所谈到的这种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一个共同的基础是 同为身体这个事实 我们同为一个身体 同为肢体 我们彼此之间是肢体 我们身体上手交 这是联络在一个生命体里面 以这样的为基础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二十五解到二十七解里面说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你们不要彼此瞧不起轻看 身上有一些肢体是在隐秘处 看似羞耻的是肢体 但是羞耻的也是荣耀的 软弱的也是刚强的 所以那个长在脸上的重要部分 被人注视更多的 受人称赞更多的 比起那些藏在身体里面 隐秘出的肢体 可能更多的荣耀 即便如此 也不要轻看那些软弱的 那些软弱的反而更加重要 上帝给他更多的荣耀 那些肢体可能更不容忽视 缺少的那些肢体我们可能整个身体就无法正常存活等等 所以肢体之间虽然功用位置不同 但是不能彼此轻看 然后紧接着 虽然有刚强的荣耀的 羞辱的羞耻的软弱的 但是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圣灵告诉我们 圣经里教导我们 教会内部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虽然各自的恩赐功用不同 位置不同 有的人可能在众人面前 像牧师这样的人 像林敏像 像这个恩赐啊 这个安然等等 站在前面可能众人注目更多 那有的人背后那个 这个刷刷盘子呀 扫扫地呀 像这个刘泽 可能在后面整整电脑 大家往前面瞅 一般后面的事情看不多 对不对 还有一些背后默默祷告的 俯视着这样的肢体 等等 总之这个教会共同体里面 有些人可能看似更受人关注 他的辛苦被人留意到 有些人的辛苦是背后的 不被人所知的 那有些人看似很刚强 信心很强壮 有些人看似好像很软弱 容易这个总跌倒 试探等等 总之呢 各自 虽然我们出生不同于家庭 姓氏不同 甚至血缘不同 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也没有亲属关系 但是在教会里面 却称我们为肢体 这不只是比喻啊 绝对不只是比喻 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啊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一个是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这个不纯粹是比喻类比啊 你们好比基督的身体 圣经里面描述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是我们的头 整个以夫所书给我们看到 构建出一种宇宙的身体 宇宙的教会 犹太人 外邦人 因着信 同一个信 同一个神 同一个父 同一个一位圣灵 连于同一位身体 饮一个杯 分一个饼 我们各自虽然不同 但是成为一 所以这个是 不是出于自然的 按照自然的话 按照生物学的话 大家虽然同为人类 是同元圣 是同一个祖先亚当圣 但是按照近的来说 家谱姓氏都不同 省份都不同 出生的家庭背景不同 来自天南地北 甚至民族也不同 但是我们因着信 不是自然 不是血统 而是属灵的 成为基督的身体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这是属灵的奥秘 也是事实 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经历属灵的重生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借着圣灵 就被嫁接 被联络 成为基督属灵的身体 成为一个新的组织 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称之为教会 基督身体 所以我们彼此共情 体恤 关系 联络 很重要一个基础 和事实是 我们同为基督身体的 一部分的事实 这是上帝所做的 三一上帝所做的 透过耶稣基督救赎 透过圣灵重生 我们相信 与基督联合 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 这个事实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共情的基础 不是靠着自然 它是我亲戚 我爸爸 我妈妈 我妹妹 我亲属 我姐姐 我弟兄 亲属关系 因为亲属关系 那种生物性的本能 我们更亲 但是基督徒之间 几乎 我们又不是什么家庭 家族性的教会 血缘关系 没有 基本上没有 是吧 所以我们唯一的基础是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是非自然的 是超自然的 是属灵的 第二 事实已经事实了 但是问题 我们的认识要跟上 这个事实是这样的 但是同时 我们要在意识上 在认识上 要认识到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是互为肢体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所有的功能 包括我们的感情 包括我们的感受 包括我们的肢体反应 很多都取决于认识 包括我们的良心 我之前也跟大家 举了几个 两个点停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食人组 他们以前 接受福音之前 他们觉得杀掉对方 吃了人 把另个部落的 这个人杀掉 吃了 理所当然的事情 历史历代 他们就那么活的 吃掉对方 这个良心也不会受谴责 我们所谓受到 现代文明影响的人 或者是基督徒 觉得吃人是杀人是罪 他们觉得 就跟吃一条鹿 一只鹿 一只熊的肉 没什么区别 食物嘛 没有任何良心谴责 但是当福音 进入到他们里面 让他们认识到 我们同为人类 上帝的形象 所以不可杀人 背后所隐藏 那个真理和基础 当他们意识到的时候 他们再看那个奔跑的 另一个部落的 那个男人或女人 就不是考着 BBQ的问题了 是考虑到同为人类 当我去伤害他的时候 这个是道德上 良心上受谴责的事情 所以认知 在线良心如果没有知识 跟随着的话 良心这个标准 虽然它是判断的标准 判断的功能 但是判断一定要有标准 良心粗糙的知识的话 他有些事情会责备 有些事情不会责备 食人族是最典型的例子 那基督徒经历当中也有 有的是我们不认识真理 我觉得我凭着良心行就行了 我们那个良心的标准 那个道德标准很低的 很容易满足的 良心不谴责 就不等于 我就过了 蒙神喜悦的生活 随着我们认识神的标准 神的要求更多 我们发现 原来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你认识上 知识上增长的时候 那个良心对你要求的标准就够 是吧 原来中国落后 没有经历过现代文明 后来渐渐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 中国人那种散漫的 农业社会的那种 没经过现代生活的那样的习惯 渐渐的在工厂里面训练的 开始做事有效率 是吧 按规矩来 渐渐的我们也开始被现代化 对不对 以前中国人普遍是比较散 散的 逐渐接受了现代的公司 文化的影响 渐渐的开始什么遵守时间 什么按约定来 流水线合作等等 渐渐的有这种素养了 对不对 那以前呢 我就这个八九点钟起来 只要日头出来 日出而更嘛 日落而休息嘛 这个正常的这样的生活 没有人会责备我们怎么的 但现在呢 现代社会改变了 所以认知的变的话 人的良心也会变 良心只是判断的那个功能而已 但是判断一定要标准 标准精密的话 良心会更加严格和敏锐 判断的标准低的话 良心也可能就大概大概的去 就像我们戴的镜子一样 这个度数等等 配个适当的度数呢 看清事物 配个不适当的 眼睛也看不清事物 所以一个人完全顺从 良心是不够的 那什么意思 良心尚且受知识支配 有了知识 良心会根据这个知识来 判断我们 提醒我们 对还是错 所以我们能够活出这种共情 基本基础已经造成了 我们是身体 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认知上 要跟上去 当我们意识到认识到 当我们认识到 意识到我们是肢体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感觉就变了 说实话 我们信主之前 特别是有些人 是不太容易跟别人处的 像我这样的 虽然我小的时候也很陶 也很怎么样 但是从现在回顾来看 这种性格是不太容易 跟别人接触的 认生就跟别人 不会很自然的 那个自来手 然后到教会里面 你是我 我是你 但是奇怪是当信主之后 经历这个圣灵的重生之后 那个观念自然的就 我们是一家人那种概念 在教会里很亲 虽然那个时候 教会里面人不是很多 就一百来人 七八十人 但是见着就很亲 很奇怪 感情就不要 甚至没见过面的 初次见面的 一说基督徒 自然就亲 弟兄姐妹 就比一般人 就更进一步的感情 明白啥意思吧 这种经历 我们可能总觉得 我们是一家人 其实这种意识就带来了 因为这种意识 加上这种内在的 属灵的特殊的这种 灵里面发生的变化 我们成为新造人 其实里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非生物性的变化 非自然和物质的变化 属灵里面的变化 而且我们又意识到 对方是跟我们一样 信主的 是我们自然就会 跨越那种自然的血统 或者是友谊 就变得更加亲 所以这种现象解释什么 实际发生的变化和认识 达成一致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感觉也会跟着变 意识到 他是弟兄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一家人 因着主的缘故 是主的福音 主的十字架 圣灵使我们发生了 这种奥秘的联合 就感情上也跟着亲 特别奇怪 特别奇怪 我想大家都能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这是第三点 随着属灵的事实 加上认知意识 然后第三就是感觉上 感觉上也会跟着来 第四 才达到所谓的 能够产生这种 命运相同的这种经历 同受苦 同喜乐的这样的经验 这种经验是基于 基督和圣灵为我们所做成的 三一上帝为我们做成的 一个身体 第二 当我们意识认识到了 认识不到也不会感觉 第三 认识到了第三 才会感受到这种 奇妙的变化 情感 没见过面 初次见面 一说信主的就特别亲 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对那个异教徒 就不这么亲呢 是吧 很奇怪 所以这种发生了 这种被更新的心意 被更新的情感 发生的这种 奇妙的这种共鸣 这种认同感 然后第三 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就开始 像亲人一样 去感同身受 去对对方的喜乐 对对方的感觉 有一种认同感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总要互为肢体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这个就所谓的 某些人所说的生命共同体 虽然他是用忽悠老百姓 捆绑老百姓 来共同达成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或者说这个国际的目的 但是这个词一定是偷来的 我们才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因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同得胜 因着亚当的缘故 我们同死 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一个身体受苦 其他都受苦 一个肢体受苦 其他都受苦 有人骂我们中间某个人 什么什么 你这么地的 其实就是在骂 因为攻击一个基督徒 因他信仰的缘故 他其实就是攻击基督 攻击教会 不要以为只是攻击他个人 其实他攻击了所有 代表他的信仰群体 和基督和教会 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告诉我们 我们一方面经历了 这样的实际的情况 基督的救恩和身体 所以我们肢体之间 如果太冷的话 可以关掉 然后我们要产生这种感受 就是一起 别人痛苦的时候 我也与他一同痛苦 别人喜乐的时候 与他一同喜乐 这是什么意思呢 同受苦意 同受苦意 为什么 第一 我们的本能 我们对那些弱势群体 有一种怜悯心 我们对那些 有权有势的人 容易产生反感 但是对那些怜悯 贫穷人 我们更容易 什么意思 当我们去施舍 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心里会很痛快 但是我们接受的时候 虽然也开心 但是总觉得有点奇怪 接受别人的 总有一种 我第一 受别人的施舍 那种感觉 对不对 虽然也有人习惯于 给当然好了 不给不要白不要 但是接受的人 其实从心理上 某些方面更痛苦 比给更痛苦 那给多爽啊 那种心理上 所以在本性上 我们对那些悲惨的人 容易产生这种怜悯 再也就是体恤 共情容易 但是反过来 与喜乐的人 同喜乐却难 为什么 雅各书里面说到是 卑微的弟兄 身高 就应该高兴 这是指他自己 然后这个尊贵的弟兄 降悲也要应该喜乐 这是指他们自己 但是一般的时候 是反过来 尊贵的弟兄 降悲的时候 我们喜乐 卑微的弟兄 身高的时候 我们就难受 这是人的本性 朝鲜族和韩国 有这样的话 肚子疼是吧 兄弟家 都是兄弟姐妹 别人家过得好 我们就肚疼 汉族的话 就是嫉妒嘛 对不对 看人过得好 就难受嘛 对不对 这是人的本性 教会里面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人堕落后的本性 堕落后的本性 就是这个人太热心了吧 莫名其妙 我们就会难受 我自己也曾经历过 有些人比我更热心 心里莫名其妙的难受 我难什么受 就显得我丑陋吗 显得我不够热心吗 然后那显大炮 怎么怎么的 是不是 然后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 然后某些人被 多被牧师称赞了 哎呀我这么辛苦 为什么牧师就 有的时候一经历 照顾不到 没称赞不等于 没看见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就 就称赞了 或者重用了等等 或者关注了 就出现这种 这个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连使徒们都有 仔细看圣经 雅各 约翰 彼得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 雅各和约翰 这个母亲 去 因为跟那个 耶稣是亲戚嘛 好像姨妈的那个关系 好像 然后去跟耶稣讲 这两个儿子 就交托给你了 等你都过降临的时候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好好照顾他吧 那其他门徒一听 圣经说 他们就非常不高兴 发怒 生气 生啥气 人家这个 脱关系 去安排后世 你们气啥 因为大家都惦记着 在耶稣面前 一个左面右边 这个家伙 我还没支撑 这杰族先登了 而且还找关系 什么意思 大家都有那种 争计 耶稣跟他们讲 我要被什么长老 祭司 立位人 这个文士 弃绝 人要卖我 打我的脸 吐我吐我 杀害我 我被埋葬 第三天要复活 讲这样的时候 下面门徒孩子 整谁 谁大谁小呢 明白啥意思吧 这是人的本能 一旦聚在一块 大家总喜欢 排出老大老二老三 一方面是秩序性是好的 但是人与人之间 那种心理的争计 有这样的心理 莫名其妙 在社会上 你可能不争 奇怪在教会里 就会争 你在社会上 你看你 已经混得很 很不错了 所以你 也不在乎钱 也不在乎名利 也不在乎怎么的 但奇怪 在教会里面 就会在乎一些 这个很奇妙的 人里面那种 这种罪性 罪性 所以使徒们 他们一开始 也有这种现象 彼此这个争计 再讲第二个 耶稣复活之后 然后 耶稣就对彼得 三次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耶稣就跟他说 耶稣说 你死后 以后 将来 年轻的时候 可以随便走 但是年老的时候 有人要 把住你的手势 你不能自由 对不对 然后跟他讲了 就讲到你将来 要遇到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彼得 听了以后 就号信 主啊 那个人 约翰 你以后怎么样 明白什么心理吧 人总有那种攀比和真净 好奇 这个关系 他会不会比我更好 或者是更低啊 这种真净心理啊 也说 你只要跟错我就行 我将来让他活着 接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种心理 征镜啊 等心理都这样 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互相帮 但是好的时候 容易出问题 该多教会的时候 很辛苦 大家同心和你流泪 祷告 一块尝到一块探访 但是教会一建堂 这个教会稍微规模一大 建筑物豪华了 起来了 在躲在一个破屋子 聚会场所里 也没有什么 谁尊备 但是一旦建起来 什么大规模的教堂 里面秩序化 有一些不同的位置 谁主持谁 开始就开始分了 就开始预想了 我应该在这个 漂亮的教堂里面 这个礼拜场所里面 我的位置在哪 靠前靠后等等 人的本性 结果很多都是因为 建教堂的时候 建礼拜场所的时候 很铁的同工之间 意见不合 造成问题 世俗的话 分工不均 其实没有什么钱的问题 更多的是 这个谁更重要 谁被忽视 谁等等 人与人之间 那个心理 所以严格来说 同受苦容易 夫妻受苦的是容易 日子过好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 这个教就在 他们夫妻关系当中 同苦的时候 能受得了 同富足 成功的时候 受不了考验的 这样的夫妻很多 教会一样 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 人的本性里面 同受苦容易 但是 同喜乐 相比同受苦 更难 为什么难呢 人的本性里面 就是不太容易 看别人好 说实话 就是简单的话 就是记住 肚子疼 那为什么会 记住和肚子疼 因为有自私 有自爱 爱自己的缘故 所以弟兄姊妹 这句话呢 我先讲 积极的一方面 这句话呢 更多的是强调 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成为一体 一个身体 一个共同体 所以呢 我们在某种程度来讲 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一个身体嘛 掐我手的时候 你说我这个部分 感知到疼 其实就整个身体 都在疼嘛 对不对 虽然感觉神经系统 末梢 它传递的痛 是这个位置 让我准确判断了 我这个某个位置 但是它掐的是 虽然我掐的手 其实就是掐我 整个身体嘛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 是整体 对不对 有机的一体嘛 所以我们从某种程度 是一体 一个共同体 在上帝眼中 在属灵的实质里面 我们是一体 虽然地方教会 我们是个一体 远一点的 还有其他地方教会 所有真实信基督的 无论是在三资里面 真信耶稣的 还是在家庭里面 真信耶稣 在韩国 在美国 在非洲 各地 在历史上 包括在将来上 我们在基督里 都是一个群体 都是基督的身体嘛 宇宙性的身体 无形的教会嘛 有形的教会是我们 眼前的 我们看得见的 这些人 所以一旦我们受苦 我们的感受 遭遇都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说到 给那个小子 一杯凉水 就是给我 接待我 接待他 就是接待我 耶稣把他看作是 和自己是一体的 一致的 以前是看待犹太人 逼迫你 咒诅你们的 就是我就咒诅他 祝福你们就祝福他 为什么 上帝在恩约里 与亚伯拉罕的后衣 联合成为一体 抵挡你们的 就是抵挡我 摸你们的 就是摸我眼中的偷人 那犹太人 这个延续下 我们今天也是 因着信成为 亚伯拉罕之约的 受益人 我们因着信 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衣 成为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个应许也同样 我们在基督里面 与上帝联合 三一上帝联合 因此 逼迫我们 就是逼迫教会 逼迫 这个耶稣 所以使徒保罗悔改的时候 耶稣问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这个保罗 扫罗 就很倡议 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 其实扫罗是 逼迫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教会 逼迫耶稣的教会 就是逼迫耶稣 因为把它作为 恩约的一体 属灵的一体 恩约一体的同时 也是属灵的一体 逼迫基督的身体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 生命上的共同体 不是按照自然和血缘 不是按照生物性的一体 而是按照属灵的一体 因此我们应该 是有这样的共情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 教导我们 虽然我们实际上成为一体 但是实践的生活当中 往往很多的时候 没有活出这种一体的生活 所以保罗说 圣灵借着保罗说 我们要与哀哭的人一同哭 与喜乐的人一同乐 就是感同身受 一起的共情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肢体之间彼此相共 所以我个人也非常期待 就是我们这个群体 虽然小 虽然我们也有诸多的局限 但是尽可能追求那种 问题是有问题 问题是有困难 那么我们实践 这样的共情的困难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无法活出 这种圣经里面教导这个困难呢 第一是不信 这个不信是指 没有被更新的心思意念 我们所有的思考 都是天然人的思考 按照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 那个思考 没有按照圣经所说的 那样的我和教会的那种描述 来相信上帝的话 所以第一点不信 我在认识上 我在属灵上就没有联合 我在认识上 意识上也没有这样的意识 这是第一点 我就觉得我 我只是参加了某个宗教群体 我来看看 我来见见朋友等等 然后我就不是按照上帝描述 信耶稣的群体的那种图画 去接受 去意识 所以我的感情 这个行为 这个态度 都不会觉得 我们是有什么关系 顶多是我是我 我是来自某某省 某个家庭的人 其他的朋友 都是水平的不同的人 就忽略了那个 我们共同的那个基础 所以不信 这个不信包含着 认识上的这个层面 所以就不会产生这种情感 合一的这种观念 第二就是惧怕 当圣经教导 我们要彼此共情 视为一个群体 一个身体的时候 其实往往拦住 我们这样实践的是惧怕 为什么 因为怕伤害和吃亏 严格来说 现实来说 教会里面的人 虽然是弟兄姐妹了 是基督里为一体了 但是也有不信的人嘛 我们先排除不信的人 利益包含不信的人 另一方面还有就是 我们所有的人 其实都是有瑕疵的人嘛 各种性格的人 各种生活习惯的人 有的人洁癖 不喜欢邋遢 很干净 有的人就大大咧咧脏 彼此之间肯定有一些差异 还有就是 彼此之间会有伤害 当我跟别人共情 我敞开我自己 真实去对待别人的时候 我的善会不会被别人利用 我作为牧师 我说不可避免 或者说我不敢肯定 一定不会利用 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 但是 仍然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处理 第一 我们要竭力地追求 合乎圣经的立场 去勇敢地 真实地去向别人敞开自己 第二 我们需要谨慎 谨慎 慎重 但是不要塞住怜悯的心 因为教会里面 毕竟不是都真信耶稣 或者真诚的人 我们的善意 可能会受伤害 即便受伤害 也不要塞住你怜悯的心 拦住了你实践主的真理 明白啥意思吧 这个很难 你可能说 你是不是太理想了 圣经给我们勾勒的 就是这种理想的 圣经每一次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 大家都自然相爱了 还要说你们彼此相爱干嘛 你们要饶恕 已经知道饶恕了 还要你要吃饭 正因为他不吃饭 才告诉他吃饭 对不对 自己饿了找食物吃 还用我们唠叨嘱咐 不需要 早起床 别迟到了 正因为他常常 拉他 晚起床 然后错过班车 迟到嘛 所以 父母就蹲住他嘛 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 言外之意 现在教会里面 可能有一些问题 大家没有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包容 说明彼此可能之间 有伤害摩擦 所以要包容 所以圣经吩咐我们的 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意味着可能我们 往往现实当中 有一些障碍 所以我的立场 我觉得圣经的吩咐 我们不可能抗拒 对不对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要意识到 就是现在的教会 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上帝虽然把我们 从地狱的坑里捞出来 洗净了我们罪 赦免我们过犯 接纳我们做儿女 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的 是向着完全成长的 过程当中的人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需要克服 那我是这样 对方旁边的 某某姐妹 某某弟兄一样 结果这些都是半成品嘛 凑在一起 当然会有摩擦嘛 摩擦的时候怎么办 需要饶恕和包容吗 就这样的过程当中 逐渐的成长 有的人认为 基督教信仰最高峰 是我进入到沙漠里面 谁都不见 也看不到 现代都市的影响 我把手机 智能手机丢掉 什么WiFi网络 刷朋友圈 我也不玩那个 不受他诱惑 我进入沙漠 我吃我自己种的地 纯这个天然的等等 我也看不见 现代城市的诱惑 那样我就会圣洁了吗 不见得 有些诱惑没了 但是我们内心里面 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 除非我自杀以后 彻底毁灭 所有罪恶的欲望 不然的话 我躲进深山老林里面 那些美女是看不见了 外在的什么 不公义的事情 可能激不起了我了 这个现代的什么品牌 流行 这个服装 我也不在乎了 但是我里面的情欲 贪心 骄傲 还是有的 里面的那种和自己内心的世界的征战 是不会停息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逃避式的追求圣洁 我们要面对问题 纵然我们各自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半成品 所以我们不必太理想主义逃避这个 勇敢地面对 独占其身是 纵然是理想 但是是理想主义 上帝把我们是摆在一起 让我们成为群体 构建家庭 夫妻之间恋爱到结婚 到白头偕老 这个过程当中要经历多少这种摩擦 妥协彼此迁就 理解 让步 然后去饶恕 是吧 彼此之间的伤害 然后去治愈等等 还有养育儿女 都是儿女对我们的伤害 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成熟的过程 否认自己 特别是最近我接待了两个家庭 女儿在这呢 父母呢 是八十年代的人 现在儿女呢 基本都是00后嘛 父母 我们那个年代的观念 总以那个年代看现在年代 我也为后悔讲过一场道 我曾经说 现代年轻人怎么怎么的 我以前讲过 饶恕我 我以后不会再那么讲了 这也是一种恣意 我们不可能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评价现在年轻人 纵然 现在年轻人有一些特性 我们是无法接受 或者是我们觉得 怎么这样那样那样 但是这也是一种骄傲 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放弃自己认为 固有的所谓的真理 我们有我们那个年代的这种生活方式 面对新人 我们需要 有的时候该交腔的交腔 该了解的了解 现代年轻人 有现代年轻人的活法 当然有一些真理的东西 我们不能让步 但是我们必须不能老站在自己的那个框架里去评价别人嘛 对不对 所以牧师为这个事情悔改 如果因着这个话 大家觉得受不了的 受不了就对了 我那句话说的其实严格来说不太对 不太对 所以我们能感受到父母和儿女这件张力 为什么 这个父母也需要成熟 阅历上我们是那个年代我们经历很多事 但是我们不能总拿着我们这一套去要求下一代嘛 有的时候是必须得放弃 这个也是成熟 有些坏的事情 对他们有害的时候 我们要沟通啊 或者甚至严厉的去警戒啊 但是也不能什么事情都在我们的严谨的操控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 所以教会里面一样 只要人聚在一起 上帝喜欢的是让我们人聚在一起啊 不是独善其身 躲进深山老里里 我自己去修炼 我可能觉得我很属灵 但是真的在人际关系里摆的时候 我就不能够跟人自然的相处 就显出了我的问题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 真正独善其身 是在群体当中磨合教会里面 所以教会里面会有伤害 所以要学习饶恕 没有伤害就不会学习饶恕啊 教会里面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很多 对不对 但是学习爱嘛 包容对方嘛 那我自己的时候 我自己就面对起来 问题旁边有人在哭 有人在笑 那我就需要去与别人共情嘛 以别人的喜乐为自己的喜乐 去分享别人的快乐 别人好的时候 我也敢 我也真心地祝福他 这一点难 刚才我们也讲了 使徒们的那些求事 我们自己正常本性的 所以应该是真的 所以这两个让我们什么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弟兄姊妹 真实彼此相爱的一种实践 表现出我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 以别人的痛苦为痛苦 因为我们是一体这种概念 所以第二个拦阻是惧怕 怕我真的去掏出真心的时候 我怕我的真心 这个变成什么狼心狗肺是吧 遇到白眼狼等等 我们不敢否认 没有这样的人 背信的人 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 因此怕就雀诺不去实践 最厉害的代表 那你说他是上帝 我们是人 不错 但上帝给我们做了榜样 他明知道亚当会背叛 但是却造他 这个本身就是爱 明知道人有自由会危险 因为自由本身有顺服 也可以不顺服 给他自救 就意味着让他 允许他 这个允许不是说喜悦他 而给他这种背叛自己的可能性 上帝可以完全造一个 比人现在更厉害的 这个AI 人工智能机器 对不对 充分的有感情 但是绝对不会背叛 可以造 我们人都能造更何况上帝 但上帝没有 造了一个和自己相似的 神的形象样式的人 而且这种人 有充分的百分之百背叛的可能性 百分之百忠诚的可能性 所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他愿意把顺从和背叛的权利交给人 让人的对他的顺从和爱是真自发自甘心乐意的 而且是真实的 不是被迫的 或者是必然的 所以上帝这种爱是勇敢的 非常勇敢的 甚至上帝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将独生子赐给我们 为我们牺牲 父母也是很勇敢 你说父母 我父母生我的时候是意外 意外 前面老大老二都是男孩 老三姐姐 说有男的也有女的了 其实没必要再要了 对不对 结果不小心又出来个老四 也不能打掉 他们之间后来听说的 因为这个事情我肯定不知道 后来听我妈说 你爸和我商量这药 说我这个用现代心理学 我开玩笑 用现代心理学 我在母胎当中要受到多少伤害 对不对 人生家庭 什么这么的 被拒绝感 现在心理学的这些口语 然后后来孩子多 家庭那个时候也比较困难 然后我二姑家结婚了 没有孩子 那个姑父的事情 姑父的生意能力不行 然后没有孩子 然后我家又多 好心又送给他家 把我当位送给他家 让他家养 当然送的过程 我妈妈也是经历了很多痛苦 流泪等等 送去了 感谢上帝 这孩子不好养 不是自己生的 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包容 太淘了 就砸人家玻璃 又砍人家小孩 把人家孩子眼角都给打坏了 受不了了 因为不是自己生的 就没有那个爱 淘气 受不了了 就送回来 感谢主 不然的话我就称别人家的 跟别人家姓了 人生可能诡计 又发生变化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父母除了那种意外生孩子之外 其实父母生孩子 蛮有爱和冒险去生的 因为他们做好了 或者某种心理准备 生孩子所要面临的代价 姐妹们生孩子 那个月怀胎 那个辛苦 体型也变了 什么等等 受很多拘束 然后生孩子以后 要付出很多的辛苦 孩子不听话怎么办 这个最起码要预想到嘛 明知山有虎嘛 所以勇气可加嘛 这种勇气也是 你说是动物性本能 比起这个可能更多的是 某种爱 动物性本能多 爱多 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包含着爱 他们愿意用自己付出的辛苦 去养育自己的后代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虽然也有这种 这个自私的因素 实现自己梦想等等 但是这种需要付出冒险嘛 所以什么意思 我们是肢体 可能会 或者现实当中会 将来可能我们之间 也会遇到误解摩擦 但是大的方向 一定要不要惧怕 我们是同为肢体 而且正是因为 我自己需要成长 别人也需要成长 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难免会遇到碰撞和摩擦 因此呢 在摩擦的过程当中 按照圣经的指导 去学习彼此接纳 彼此包容 这样的时候 渐渐地 达到实际上的 更深层的合一 我们自己也成长 我们那个接纳别人 饶恕别人这种肌肉 这种能力越来越大 别人再接纳我们 爱我们 饶恕我们 这个能力也是要成长 大家你好 我也好 大家都完美的人 因为你完美 所以我们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伤害 那种关系 不一定带来真正的成熟 从小一切都是顺境 他从来没有拒净过 他没有从来没有自尊心受过打击过 这种孩子将来承受环境的压力 你说能强吗 很多证实是不能强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因为惧怕 怕别人利用我们的善 怕伤害 所以我就不愿意敞开自己 去把自己的痛苦分享给别人 或者说去共情给别人 因为圣经说 你们要与喜乐人同喜乐 与爱哭人 意味着敞开 彼此敞开 那我们有经验的人就说 我怕伤害怎么办 因为我真诚对待过别人 结果我这点事都被人 这个全世界传到网上广播了 是吧 我跟他说的是私密的话 他结果到处全教会都知道了 我受伤了 下次我再也不敢跟别人 讲自己内心深处的话了 所以这是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要勇敢地敞开 另一方面弟兄姊妹 如果有人真诚地跟你敞开的时候 你要分辨 有些话需要给别人保密 然后也不要去轻视 绩效别人 去体恤对方 这样渐渐地形成一个健康的群体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诚地 真实地彼此面对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大家都表面 毛毛弟兄 毛毛姐妹 你好 过得怎么样 表面地去寒暄一下 然后没有深层的沟通的话 在社会上 大家都生活在城市沙漠里面 都是孤独的 孤单的 彼此之间都是工作关系 利用关系 没有那种真诚的 越来越少了 那种真诚的关系 在教会里如果再没有这种关系的话 那我们该多可怜了 是吧 所以现实当中 教会不成熟 会给人伤害 有那样的话 家庭会伤人 同样教会也会伤人 但是这样说太负面了 现实会伤人 但如何正面地去良性的发展 因为怕伤人 我就来教会 我也不敢跟别人深交 不敢进入小组 不敢让牧师探访你 不敢跟别人敞露心扉的话 这样多累呀 多累呀 对不对 我们需要这种出口 和彼此之间包裹 颤拉的 所以第二拦阻我们的是惧怕 有些有经验的人 可能说牧师 你都是理论 所以不是牧师 不知道没经历过 方向性要在 是正确的方向 免得越来越教会 只是流于形式的团体 没有实际的属灵的交通 谈圣经可以 分享生活就不可以了 不能达到 真正与爱哭的人通 爱哭与喜乐的人通 喜乐了 对不对 第三 实践这个同哭 同喜乐的这种难度 第三个就是阅历的问题 这个不可否认 阅历的这个 这个 它的重要性 有些东西是必须经历了 才能更深的体会 对不对 以前我在国内做传道 虽然我年轻 我经历一些事情 跟了我们 唱识班里面 有其他的肢体 但是他们不传道 我就跟他讲了 他就讲了一些 我也知道的 那个标准的案 确啊 后来我就醒了 说也白说 不做传道人 永远体会不到那个 他头脑上知道 常识性的知道 但是他感受不到 一个传道人真正的难处 后来我就说 啊 OK 以后说这样的话 也不需要跟他说了 因为他也 不明白你说什么 虽然他以为他明白 实际上他感受不了 你的感受 那个痛苦啊 所以阅历是 是很重要的 大家来韩国 没来韩国的人觉得 大家在韩国 肯定很风光 谁知道 作为韩国留学生 工作的人 那些艰辛啊 对不对 那些在外国 受到一些 不是故意 有意无意的 这种文化差异 或者是 某种不是恶意的歧视 或者是那种 特侣的那种孤独 或者是那种 疾病的时候 小妈的那种感觉 别人以为 你在韩剧里生活 但实际上 你的生活 是很苦逼的 对不对 所以经历的人知道 经历的人体恤 生过孩子的 我们现在是没有孩子 我只是理论上的 谈一些事情 那养过孩子的 那种 听他们说 半夜这个孩子闹 睡不着觉 哄着孩子 睡着 睡着的那种情况 我们只能是用脑子 去重构 去想象 尝试着去理解 但是真正经历的人 会知道 对不对 做孩子 就听到很多人 自己做父母了 才能体恤到 父母的艰辛 所以后来给 打电话给父母求饶恕 求和睦 为什么 自己当了父母 才理解父母 为什么 敢于我等等 自己做父母的能体恤 对不对 有些事情真的需要经历 我们经历不到的时候 我们可能对别人那种痛苦 那种感同身受 就会很弱 但是即便如此 我没经历到 也不能冷眼相看 其实按照常识 按照一些理解 我们仍然可以某种 最大程度的去跟别人产生共情 站在 尽可能的站在对方的 那个立场上去讲话 之前如果大家留意的时候 我也曾经讲过 某某人 刚做传道人的时候 圣经很熟 讲道基本不废话 都是经文串诸式的讲道 然后信徒来找我谈话的时候 我也是基本给标准答案 绝对纯 没有任何的 但是后来就发现什么呢 有些人是得安慰 有些人不得安慰 因为标准答案 太标准了 就不带任何 这个火星上来的一个传道人 就讲了一些地球人听不懂的 圣经上的纯的话 随着阅历的增长 知道了人性的软弱 信徒的软弱 包括他们为什么聚会的时候打盹 我开辟那是郊区的教会 很多弟兄姊妹 其实家里有地务农的 秋收盲的时候 这个插完一样 什么除完草 累得不得了 甚至晚饭都没吃 这个穿着泥泥泞的鞋子 靴子 手脏脏的 然后去那个礼拜的场所 这个厨房里面洗洗手 然后就坐在那去听我讲道 然后有的人听讲道的时候 这样 当时我就气得不得了 什么大盹 礼拜的时候打那么盹 后来呢 我也有时间 他们忙的时候 我去帮他们收割 收了一天两天 身体非常疲惫 然后晚上又要聚会 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 竟然睡着了 跪在那祷告的时候 竟然睡着了 后来我就提醒了 那个连不吃饭 就坐在下面 睡觉的那个人 他们的心理 我多少能够理解了 那么忙 他也意识到我要礼拜 然后撑不住的时候 就这样了呗 然后牧师传道人 没有办法体恤他们的软弱 就单方面去责备他们 不是鼓励大家打点睡觉 是说到我们经历很重要 经历很重要 所以拦住我们这种构情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阅历 阅历 当你体会到这种痛苦的时候 别人在同样痛苦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感受到 他那种痛苦 以前我在釜山 我感谢神的时候 我刚来釜山的时候 也经历过语言不通 这个到哪都那种压力等等 虽然有些人帮助 然后甚至这个困难的时候 出去打工 几乎所有的工也打了 什么刷盘子 熬夜 建筑 什么这个空调厂 汽车配件厂 什么日当 都干过好 然后自己作为传道人来留学 我的信念按理说应该很强了 但是在做的时候也体会到那种身体压力疲惫的时候 维持信仰的难处 所以就体会到那些打工来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难处 就不至于那么没有人情味的去讲一些月球上的话 在讲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的同时 但是也不能总妥协的嘛 睡就睡吧 不是那样的 什么意思 就是人性的经历很重要 阅历也很重要 跟别人能产生共情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即便没有阅历 也不是不能共情 但是共情里面拦住我们 有效共情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阅历 这个阅历也很重要 第三呢 拦住我们这种共情的就是经历 前面我想说的是那个经历 是经历了什么事情的经历 阅历 后面这个经历就是我们的那个精神的精力 力量的力 太忙了 在韩国忙写作业 忙打工 有点闲 闲工夫还得处理点别的事 平时工作 周末还得这个搞搞什么 为什么礼拜天这个逛市场 他除了礼拜天以外 没有别的时间去逛市场买生活用品 那你说饭安心日 是 对 但是某种承断 这种社会构造本身已经决定了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时代当中维持出这个圣守主日 另一方面又如何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去这个像鲤鱼似的逆流而上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挑战 之前我曾经跟我们那个郊区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务农啊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要小心 别觉得现在一大把事件 将来有一天你们为了维持基本的信仰生活可能都难 他们以为我说 说什么呢 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结果现在他们正在经历啊 我说那个话可能五六年之后 他们开始发现种地不挣钱就开始进入城市打工 结果一打工 有些工作你要干就必须在周末干 不然的话人家不要你 我们又没有什么太高的学历等等 有些什么食堂啊 饭店有些工作都周末 那你怎么办 聚会的问题了 今天中国的基督徒 韩国的基督徒很多命令 我的意思不是说就理所当然的 周末就去打工 但是你要真的想维持真正的信仰生活 又要维持生计 这两个出现张力的问题 你要做抉择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现在都是忙 忙于生计 不是我要忙 我想歇下来 但是这个社会就像机器 我要进入到某一个岗位上 那个岗位本身就给我搞得像那个 没有余险 榨干我所有的精力 精疲力尽的回家 等你没有闲鱼的时间灵修的时候 等你身体批发精力批发的时候 你即便能够想起来某某人 觉得应该探访他的时候 你心力也不足了 更何况我忙的 我应付我眼前的事情 有的时候都注意力 没有办法顾及临舍的事情 现实就这样 现代社会 所以在旧约里面 对大城基本不是什么好印象 现在人是喜欢城市生活 但城市象征着很多文明的中心 也象征着堕落 给人现在什么抑郁 什么卷呢 原因是什么 都是大量的人涌进一个狭隘的城市里面 有限的岗位和资源 结果无数的这个聪明人 厉害人在一起长 不卷才怪呢 如果平摊一点到什么 三线四线五线这样的城市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 太多的竞争力 对不对 都跑首尔来了 所以首尔人活得累嘛 不如地方人 所以大城往往伴随着堕落 其中不只是道的堕落 很多的是榨干我们的精力 所以弟兄姊妹 现代人要想维持生计的同时 又不得不去像驴子一样 在墨上不断地转 人不让你停 榨干你的体力和精力的时间的时候 让你精疲力尽的时候 让你信仰维持就困难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一方面这样 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危险性 所以要竭力地付上代价 如何去在这种有限的空间里面 去维持我们的信仰 个人的灵修祷告 我们每一次的周三周五 周日的礼拜 很重要 韩国教会的中国人教会 基本上没有周中聚会 周中是小组 我顶多就了不得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给自己 没事找个茄子拎着 去搞一个什么周三周五礼拜 因为我觉得 一周几一次聚会不够 维持信仰不够 所以我们周三说要学习 系统的学习真理 主日讲到 其实能够记住的人很少 然后周三我们系统的学习真理 去整理我们的信仰 周五我们侧重于祷告 这样均衡的信仰 才更好的维持 所以大家每一次的聚会 一定要尽可能参加 为了自己信仰的维持 你有时候觉得挺累了 参加了也没什么果效 你不参加和参加差距很大 有的时候 你就某一句话像子弹一样 戳中你的心 击中你的要害 你就被唤醒 然后重新献身给身 这样的事情 虽然不是每一次聚会都有 但是必要 你完全不参加的话 这种机会就没了 上帝让我们 主日休息 是让我们静下来 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 像小孩子 理发是 小孩子总是 啵啵啵啵的 头发没有办法剪 安静在那里 我们身体歇了自己的工 让上帝在我里面做工 去默想神的话 去礼拜神 圣灵在我里面做工 所以这个经历很重要 现在忙到一定程度 我们没有余力去照顾别人 虽然我们像刘姐妹 肯定也是这样 朴弟兄也一样 很多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以前 有过信仰经历的人 我们在传统教会里 过信仰生活 我们知道弟兄姊妹 要故乡照顾探访 但是我们大家都搞得 精疲力尽 你们忙生计 我是我教会里面 也乱七八糟 各种事工也多 我不是抱怨什么 说现实 就现代人这种压力 传道人们也压力很大 除了我自己作为学生 还要搞学业的 什么博士论文等等 还有这个什么 准备讲道 有的人说 咱们教会有个肢体 说那么忙吗 我没好意思怼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 传道人怎么回事 一周三篇讲道 你去问教区牧师 教区牧师除了特别 祷告之外 他们讲道都没有我多 但他们懂的人 一周讲三场道 他们说三场 那背后需要准备的 不是说牧师就是天才 一按电钮 自动就张口进来 有些东西自己得吃 像蜜蜂一样 吃进去了消化 才能讲备课 对不对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东西 其他教区什么 我们神学校行政的方面等等 所以有的人觉得 想想牧师也不工作 为什么没有时间呢 牧师也有牧师的忙 大家也一样 对不对 报告的事情 然后还自己的催眉 再打点工 有的时候搞得好像筋疲力尽的 想到去跟谁见个面 约这个约那个 约个时间都困难 对不对 现代社会给人搞得 就像驴一样 在那墨里面不断地转 精疲力尽的 以至于我们没有余力 我说的是现实 没有更多的余力去关心别人 即使是脑子上想起了某某人 应该乖怀 但是那种心力就不够了 榨干我们了 所以这种共情 第四个障碍就是我们精力不足 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合理化 我们不要去共情别人 第五就是自我中心 现代人越来越 现代人基本上越来越自我中心的生活 自我为中心的 自私的 不关心的 冷漠的 自我中心的思考 很少考虑到别人的这个事情 特别是诸多的因素也有 越往后的世代人 越自我中心 这是一个现象 还有就是这个什么 家庭里面独生子女的缘故 我是我家里面 虽然四个孩子 我是老墨 老墨有独特的一些性格 父母关心我们 最小的孩子 哥哥姐姐们也关心我 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别人都迁就我等等 养成一些独特的 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臭毛病 一些独特的个性 后来信主了 觉得有奇怪 想自己改变自己 改变很困难 做了传道人 渐渐地改了 第一个转折点 出对象 第一个转折点 是做传道人 第二个出对象 结婚 就是你在独生子女 你在老墨 你要想服侍好教会 你必须得否认自己 你在独生子女 你在老墨 你要想跟你的配偶 或者是恋人 出好关系 你必须得走出自己 这个是强迫你 必须要放下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理解别人 以他认为中心思考的一个 让我们成熟的方式 所以木会让我成熟 婚姻让我成熟 就是有些东西 虽然理性上知道 我们要保认自己 要改变自己 但是没有那个环境的时候 自己什么样 不知道 真正遇到事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否认自己很难 但是像婚姻这个事情 你又不能撂条子 不管了 每天都见 你也躲也躲不了 朋友不好 就不出呗 但你也不能说 这个东一个房子 西一个房子 两个人分居住 然后不见面 不联网 必须得面对 和睦了以后 心里才敞快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所以你要想和睦的话 怎么办 你俩辩论吧 讲道理 有的时候讲道理能通 有的时候讲不通 所以有的时候就逼着我们去反省问题背后我自己的问题 从总指责对方变成指责自己这样过程 这个过程很痛苦 但是却带来的果效是好的 我不是以一个成功人士来讲这个问题 我是以现在阶段 我体会到的跟大家讲 包括幕会当中 你跟信徒发脾气 有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是一辈子不想见到那样的人 那样的信徒也有 看见就心 脚的那样也有 但是作为传道人怎么办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时候 睡不着觉 就因为某某人 然后自己想了 我是作为一个传道人 谁能想到一个传道人恨自己教会的信徒 跟你们说你们不要笑 真的是假 那个人怎么怎么 当然这都背后有其他原因 自己的问题有 对方的问题有 别的教会什么有什么事 热心去帮忙 我们自己教会的事就看着 看笑话呢 气得不得了了 然后教会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找事就跑出去 然后不管等等 是重要的同工嘛 所以后来我就很生的气 然后后来发现一周期间 就睡不着觉 来敞开教会以后 也遇到过这样的 但后来渐渐的神的恩典 克服了这样的问题 从中也反省了自己的问题 同时也就是经历了这样的问题 才发现有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克服自我中心啊 也理解了那些人 为什么这么办 虽然他做的是恶 是坏事 但是也理解了他们背后的那个自卑啊 没有安全感啊 自己的那种心理 也能够理解了那些 害我们人的那个他们的痛 他们这样痛 也因为他们有一些苦啊 把这个苦转嫁到我们身上 试图患得什么什么什么 心理上的一些危机等等 所以总之呢 我们能够共情别人 其中第五个障碍 就是我们自我中心的 我们总是以想到自己 关心自己 根本不关心别人 所以老摸这种独生子女 这种一种独特的一些弊饼 当然不是绝对的啊 现在我发现有些年轻人 虽然独生子女 但他们很懂得去考虑别人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本性也有 但是普遍来说 独生子女一般是有时候 太自我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啊 所以容易自我中心呢 就会让我们不能够去共情 这种情况有很多啊 所以总结呢 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同哭容易 同乐不容易 背后有什么嫉妒啊 增进这个因素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句话 我们谈到了我们共同的基础 是属灵的 一体的这个基础啊 我们应该认识到 我们中间虽然个人不同的性格 性别年龄段工作 成长环境不同 但是我们都是肢体啊 以肢体来看待对方 去认可 然后这样的我们的感觉 也会伴随着啊 伴随着 但是还是有一些困难 就是发现有的时候 和别人共情 会面临着伤害的危险等等 或者是对方这个 我以热脸去贴对方的冷屁股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也好 这个话有点低俗啊 但是让大家能够贴切一点 虽然有点俗 我以后也尽量避免这种低俗的比喻啊 就是容易会 我以这个真诚对你的时候 你以恶意带我 这样的情况也有 所以我劝大家彼此都要 当别人对我真诚的时候 我们如何以成熟的态度对别人 然后我也要勇敢的 不要因着惧怕而不吭别人共情 对对方也要 当我们有人真诚的向我们袒露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更加成熟的 让别人不至于失望的去 去去面对对方啊 这个两方面需要训练 需要培养 需要渐渐的成熟 这样的话渐渐的 我们的群体不致 是表面的打个招呼 互相寒暄一下就散了 而是在生活当中 在这个狭小的群体里面 在社会上可能也有闺蜜 但是不是很多可以真诚的 敞开的这样的人 在教会里面 建立一个可以互相抱着取暖 互相安慰 互相擦眼泪 互相疗伤的这样的群体 这是基督的教会 应该努力的方向 所以主所命令的 不是凭着我们可以做到的 这个命令 不是凭着我们自然能力和本性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自私 有个性 罪恶 什么惧怕 而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是我们能够自然做到的 而是我们应该做的方向 责任 义务 又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去实践的 所以你们要彼此这样的时候 虽然我们有诸多的障碍和困难 但是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我们如何去做呢 要需要更多的去依靠主的恩典去实践 纵然在实践的路上可能会遇到波折 但是一定要去实践 认识自己 然后谦卑自己 承认自己没有力量 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去包容 没有办法去饶恕 没有办法去共情的时候 求主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这样渐渐地去实践 我最后讲一个例子 有的人不理解 为什么教会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病人 被鬼斧的 有些人长期不得医治的这样的特殊的病 其实就是让教会学习爱心 去关怀那些人 持续给他们祷告等等 所以上帝他希望我们在地上的教会 虽然不完全 但是不断地向着完全那个方向去发展 去磨练 去成长 去跌跌撞撞地 跌倒了 爬起来再前行 受伤了再得到治愈 彼此之间关系破裂了 仇恨了 恨了 老死不想往来 又开始彼此饶恕 认罪 悔改 和睦 治愈 然后这样的成长 就像夫妻一样 就像闺蜜一样 关系破裂了 又重新治愈 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向着成熟 无瑕无痴的那样的教会去发展 好 约身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